美术老师到底要不要去做饭画 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得清楚 做饭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饭画的教学可不是老师画一笔 学生跟着在那画一笔 也不是老师画好之后让学生去照着临摹 这种千篇一律 照搬照抄的教学方法完全不适合叫小孩子 甚至可能扼杀孩子的一个创造力 正确的饭画教学应该是在孩子学习的 基础上引发孩子的一个思考 把他的想象力和一个创造力 美术老师需要做饭画 但不是说每节课都要去做 而且这个饭画不是拿给孩子去做参考的 连半堂课拿出15分钟左右 做一个图片式的PPT 用图片去引导孩子发挥一个想象力 发散这个思维 然后自己去进行创作 如果孩子的话画不出来 最好不要直接在孩子的画上去进行给他修改 我们要尊重孩子的一个原创性 可以再找一张画纸进行笔画 帮助孩子做画 美术老师可以在画画上给他增加一些装饰线 让学生知道原来还可以这样去画呀 饭画呀也不一定是画 美术老师可以用PPT图片 视频音乐文字的方式去引导孩子 然后呢再加以分析合规呢 这些都是一些做饭画的一些极端方法 我是一年出300多堂试课 现在已经持续更新1000多堂课的 教画画的杨将 如果你是美术老师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